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11月12号 我跟夏明也就是阅读夏拉拉要来到 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 耶 很期待耶 听说是最美的图书馆耶 对 说是最美 而且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栋都会型的图书馆 它有1406屏 有够大 爆炸大 而且它是结合国宾影城 鸟乌书店还有星巴克等等 重点是可以去那边打卡夜景 就夜景很漂亮 而且它的绿建筑听说也是蛮厉害的 哦对对对 所以我还蛮开心的 桃园人真的好期待哦 对啊 因为这已经算是桃园就是新地标了 然后觉得很期待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因为我们夏拉拉跟夏明 然后我们这一次有受邀去参加这个生命树顶的云端阅读系列讲座 嗯 那它主要呢就是希望就是推广阅读啦 然后从11月份到12月份的那个周末 他们都会邀请这个很多的这个名师作家 然后就是来给大家开这个一系列的座谈会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啊 或是阅读书单啊等等的 好我觉得像我们呃有我们两个之外呢 哦还有这个红爱珠红爱珠老师 好他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记忆 就是跟食材相关的 嗯 然后秋好奇之前我们在夏拉拉也有分享过他的书 对 对就是有非常多位的这个要来做一个这个 阅读分享的那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生命树顶的云端阅读系列讲座 会有更详细的资讯哦 而且我要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好 你知道这里面呢总共有大概123456789 有9场的活动 嗯 每一场的也都有我 真假的 哈哈哈 每一场都有你 我知道你是主持人吗 对我是主持人耶 哇哈哈哈哈 那很棒耶 那所以我们那一天的我们两个人这一场是我就可以轻松一点 哈哈哈 但那一场是我们两个啊 哈哈哈 就是完全就是丢就是我们两个哈哈哈 对就是我们两个哈哈哈 我反而也很轻松 可是因为我因为我在的话我还会我还会就是就是问你一些问题啊 那我那一天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都不问 完全就是做一个就受访者就好好轻松哦 哈哈哈 哇那你这样这酒场你要你是不是也要做这酒场的就是来宾的一些功课啊还蛮多的耶 对我已经订了这9本书了哈哈哈 那每一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呢 他的演讲时间是2小时 然后大概实际进行活动大概是90分钟左右 对啊 懂懂就是还有开放一些Q&A就是给大家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嘛像谢金宇啊 然后刚才提到的洪爱珠啊刘宗伟啊段慧玲张东军 其实这些作家都是在各自不同领域有很大的成就的人 所以说欢迎大家就是11月份然后12月份可以到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来逛一逛 那相关的这个活动的讯息 生命树顶的云端阅读系列讲座 我们也会放在这个阅读下啦啦里面 所以说到时候你看到我们节目介绍那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这样子 好的哟 好 接下来直接来进行我们的本集内容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有点控诉感 对可是我刚刚其实忍不住是要说我也忘了学校大概教了我那些事 哈哈哈哈 有啦我觉得我讲的忘记是指可能是一些那种课堂作业啊 对 一些这种类型的 不过我觉得在学校真的 呃它会变成有一个规矩跟规则会 呃就是在你的身上 就是会变成就是说你在学校比如说打扫啊 然后怎么样的人际相处啊 然后在这个学校的规范啊 然后我们就会用这样的规范一直到 比如说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比较自由一点了 可是你基本上你还是会觉得哦 我必须得遵循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在这个大学的生活里 所以大家就开始讲说哦你就是要自律啊 这个从以前学校生活就是这样 你到了大学不可以就是没有教官在那边管 然后你就会变得比较就是无所谓还是什么的 你也要自律还是干嘛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就是有被学校一直塑形塑形 然后塑到大学之后 哎我觉得好像没有人逼我 但我就会知道说哦我要做这些事情 我要干嘛干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潜藏的这种 我觉得学校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也就是说学校的重要性 好那学校如此的重要哦 我们从小离开家庭 第二个就是待的最长的时间就是校园了 但如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环境 他们有忘记教我们的事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严重 就如果要这样讲话 其实看到这个标题就觉得哦 那这样其实还蛮严重的 因为当然我们讲到学校很多有趣的校园生活啊 青春爱恋的事情之外 我觉得它是我们在进入社会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的环节啦 应该是这么说 而且等于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样的学校的空间里 学习如何跟别人相处 同时间也内化了一种价值观 那那个价值观可能就是我们要服从规则 然后要当team player 就是要团体合作 但是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好像我们个体性的需求会比较不被重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啊 它其实带着很生活化的哲学思考 它会它真的会带着你去想 我们从小到大就读的学校 然后还有对于学校所建立起的这些基本认知 很可能都有很深的问题在里面 而且这些错误的认知 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将来人生的不幸 那我们就直接一起来读这本书 天气很热火气很大 阅读下啦啦陪你读恐怖小说 保证从脚底凉到头皮 掌握自己的情绪维度 远比在最好的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还重要 如果无法掌握 自己最想达成的愿望 绝对会一再落空 人生学校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方舟文化出版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艾伦迪波顿21堂人生哲学课 我陪你梳理生活情绪感情工作 找回内心自由和安全感 我又来了 我要来查一下 他的字数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不是我刚会突然定格一下吗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看书 我就觉得他就是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书名了 然后突然看到他 怎么还有那么多字啊 所以我刚刚有瞬间定格了一下 他总共52个字 哇 好强哦 对 这么长啊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完全记不起这个书名 你只要记得他最主要的书名叫做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就好 没错 那我觉得这本说真的还蛮特别的 就是主要是这个书名啊 一开始他讲到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我原本以为会是什么科学类还是什么相关的 就我还没有仔细看 就是他的整个大纲介绍 就翻开来之后 我觉得其实这一本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不是只有课堂上的分数 你得要去修满分 或者是说不几个你要把它弄到几个 就是那个只是一个课堂上的知识的一个 就是一个分数 但是人生的分数应该要怎么去修呢 然后人生有多少类型的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跟面对呢 而且每个人会面对到题目都不一样 所以你也不可能作弊 就很难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蛮有意思的 然后也因为这本 然后认识到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很有趣哦 因为他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就是叫做人生学校 其实他主要创办的就是这个 艾伦迪波顿 对艾伦迪波顿 他主要的目标是要帮助人 就是可以过着更充实的生活 主要呢就是要探索自我啊 人际关系啊工作啊社交 还有包括就是寻求平静 对你知道寻求平静光这四个字 我就觉得学校真的是不可能会教 因为你在学校如果太安静 老师会在联络簿上面写说 哦你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就是太过于害羞 不太会跟朋友同学相处 互动不佳 对啊 哇这好难哦 可是 对啊 而且这些评分的老师可能 说不定他自己也有 也是那种内向性格的人 可是他在打分数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鼓励学生 就是说哎你好像 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 你要学一下哦 好爱上的故事哦 这是一个好难过的短篇小说的情节 我觉得很辛苦耶 尤其是我看到这个 就是这一段探索的这几大块 然后我就会想到 我有一些朋友小孩子上小学 然后就是常常他们就是会在讨论 老师就是在联络簿上面写的一些 一些给小孩子的就是可能他在学校的一些 要家长注意的事项 包括这个害羞就是一个 或者是说可能特别有情绪 看到什么很容易想哭 或者是什么东西不想吃 他其他人都吃不完 那他就是什么什么不吃 是不是平常就应该要教导他 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引导他去吃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朋友就觉得 那他就不想吃啊 他一个人就是会有 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会有 他喜欢跟不喜欢 可能比如说小朋友他吃青菜 可是他就是喜欢吃高丽菜 或者是喜欢吃菠菜 他就是不喜欢吃豆芽菜 或是青椒 那可能老师会针对他 可能这一个礼拜都会有这两道菜 这两个菜可能学生都不太 你的儿子都不太吃 或者你女儿不太吃 所以你家长需要想想办法 然后家长就会很焦虑觉得 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情来反过 要不要烦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哇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人生学校 还要探索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可是你刚才讲那个案例 我又觉得有两个面向值得讨论 第一个就是 那些老师其实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那些老师是 也还有一个压力 就是说他也不得不写 就是说 有些家长可能也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小孩子 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不吃什么 等等之类的 就有些家长是需求是这个样子 但也有些家长是会觉得很有压力的 学生那么多 他还知道说某某学生没有吃三色豆那类东西 也太厉害了吧 可能这个学生他其他都很不错啊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想 那就是硬得要写一些东西 之类的 但我觉得 我不会 但真的就是老师 我觉得在他的位置 就是等于是学校要求老师要做的事情 就包含了这一些 当然其实我觉得老师是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 老师也是很辛苦啦 很辛苦 然后而且他们观察力真的很敏锐 说实话 我眼前有二十几个人在吃饭 我才懒得管谁 说有把饭吃完或没吃完 反正他肚子饿自己就会去吃 老师的时候你都有写联络簿吗 我当老师的时候我会写啊 可是 那都写过什么吗 大部分都是写什么样的内容 我好像没有写过人家吃东西这件事 那他还会写些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你知道 联络簿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在某种程度上是 学生很喜欢拿来跟老师交换日记 的一种功用 所以说我主要对话的对象 联络簿对话的对象是学生 我还遇过我学生写说 我爸妈都在吵架我该怎么办 然后想说啊你写联络簿上 你就是又难看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回答 我忘记那时候怎么写 但是我大概就是会写说 大人的世界有不同的烦恼 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互相帮忙 什么类似这种话 这家长看到会觉得你这老师很棒 希望咯 会啊会觉得啊 我觉得说那种联络簿其实蛮有趣 就是等于他提供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场合 然后让老师学生或是家长他可以对话 互动留言板 对但当然说里面有些对话 毕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合拍嘛 所以这件事可能不一定可以成功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啊 我觉得你刚才那案例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假设说今天我是老师 然后我发现我的学生真的不吃三色豆 那我要怎么帮助他啊 嗯 那我可能就会说 问谁有很爱吃三色豆的 然后来跟他交换啊 啊 懂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也蛮有 但好像 像我我刚讲的那个 他就是希望家长可以从家庭生活 去引导小朋友不要挑食这件事 对 但 这也是啦 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家长真的太忙在赚钱 然后 所以我朋友就会想说 我也有我不喜欢吃的啊 哪有老师你没有吗 就类似像这样的 但主要就是大家还是 当父母的还是要管 就是也不是管教 就是要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小朋友 就等于在家庭也是要付出 然后学校也要付出 这样小朋友比较可以健康 快乐的长大 我觉得家庭跟学校 基本上就是一个要互相合作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一个很安全 然后很放心 可是又可以很多方去尝试的一个环境去发展 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一边就是很强制式到你一定要怎么样 或家庭就是你很强制式的你要怎么样学习 那其实对小朋友都很辛苦 所以你提到这个作者 也就是这个全球性的组织叫做人生学校 他其实就有点想要透过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角度 来提供给一般的读者 或者是一般的人 他可以好好的在进入成年生活之后 关注自己个人的需求 然后去重新思考说 自己可能在家庭啊 或者是在学校端 他可能有哪一些东西遗忘了 或者是没有被指导到的 那至少自己可以接着开始做这样 对 好 那有兴趣想要知道这个全球性的品牌 人生学校 大家可以在社群查一下 The School of Life 因为他们的YouTube频道就有超过600万的订阅人数 然后脸书的追踪人数也超过了35万 IG追踪人数也超过了21万 Twitter追踪人数超过16万 哇很厉害 天哪好强喔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代表就是说 这是需要的 越来越多人发现 可能这个人生学校 他现在所教导的这些东西 就是分享的这些东西 是在往后人生道路上 每个人都必须得要面对的事情 好 那到底要面对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在这本书的 一开始的前言 我就很喜欢 他就在讲说 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光 怎么会遗漏掉某些 对中年温饱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呢 对 就是我们坐在教室的时候 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微积分啊 对不对 可能生命科学啊 国语数学地理啊 这些的 可是在我们学习这些东西的同时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中年 面临了 比如说职业上的危机 或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 我的经济上有困难 对 或是我经济受重创 我职业重创 我应该怎么样再开始 这些基本的概念 该从哪里来 我们的确都没有这些概念 所以 简而言之 这本书就是提醒大家说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事 对啊 就是看到这一篇前言的时候 我真的也会去回想 我在念书的时候 虽然有所谓的这个辅导课 那辅导课是主要针对 比如说你的升学 比如说你是文组理组 或是你之后要升学 你要考什么样的科系 就是你的人生 你之后的志向 应该怎么样 可是你就会觉得 我们人生的志向 好像在学生的那一刻 我们决定好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就只有那个A计划 就是 你就一定要照的这个A计划往前 可是大家都忘记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没有剧本的 那在这本书里头 我觉得前言我就让我很喜欢之外呢 它其中有一篇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就叫做 未来道路无限宽 B计划也不坏 嗯 对 那我觉得是从以前 我们学习 大家都会说 你就是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你就要往前冲 然后 要心无旁骛的往前冲 当然我觉得 他这样讲也是对的啦 就是你很投入嘛 你相对的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本来就是 所有各方各面 你都一定要 可能不论是学习 或是你需要花时间成本 去努力才会完成它 但是呢 你要完全 要认知到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永远也不会因为你订B计划就被责嘛 为什么还会讲这一句 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说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后路或干嘛的 就是我应该要想一想什么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 你就是直接去做就好 就是完全全想的A就好 不要去想B 就是不应该要有B计划 就是我身边也曾经有人也会 我也有听过这样的话 我甚至自己也有这样说过 就是不需要有B计划 你才可以完全投入在A计划当中 好 但在这本书他又说了 就是赌博耶 好可怕 对啊 就是赌博啊 就是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 其实大家都是赌徒啦 差不多 然后 然后呢 A计划根本不会一直都顺利的发展成功 没人能以精心拟定的A计划 完好无缺的过一生 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 真的 对 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如果我的A计划失败了 我人生就惨了 我完蛋了 可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 小孩子的时候 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于拟定计划 然后计划失败了 或是 就是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太多 可以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 比如说书念不好 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不会有一个很大的环境的异动 因为毕竟那时候还是孩子 我们不会因为计划A失败了 我们要离开父母 或是离开学校 或是什么搬到别的地方 对 那顶多就是 哦 那可能又再来 所以我们 不太知道就是说 哦 其实我们可以是有B计划这件事情 对 那所谓的这个什么时候会有B计划呢 比如说当原本以为要走到人生最后的那一个对象 的那个另一半 可能不是他 好 可能我们 对 可能我们会换 我们的B计划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最后找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走到最后 或者是要到另外一个领域 要去重新开始 那当然在这个B计划启动之前 你一定会感到很绝望嘛 可是他这一篇就是在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人类是一种适应力非常强的物种 对 所以 你也不用太担心 基本上 当然也不是要大家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A计划 然后一边也要准备B计划 也不是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B计划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立刻知道 B计划可能是什么 而是要去完全的有自信 确信 不管何时 我们都可以拟出B计划 嗯 对 然后 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去反复的去思考 B计划要是什么 或是预想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挫折 因为我们还是要完全要有自信 那当你很有自信 然后 应该就是说 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OK 没关系 我还有另外一条 远远不是只有一条路 远远都可以有B计划 那这个B计划 它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啦 潜在的B计划 这个很好 就是隐约知道自己有个选择 对 我觉得跟夏明说的一样 就是说它是一种选择 它不是一个 就是你真的写下来 我的B计划是什么 对 就不完全是那个样子 而且你刚才有提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身边的人真的会 有些人会鼓励我们说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是做这件事就好了啦 那我可以理解它可能就是希望说我们就投注心力在一件事情上就好 不要浪费其他的那些时间 可是问题是这个有点危险啊 就是我觉得人终究是会为自己想个后路 所以有事没事你想一个B计划或者是说你 你思考一下这件事如果走不通呢 我可以怎么做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 这有点像是危机处理的感觉 对 因为当你就算只有一个计划 你只有A计划 而且你愿意要持续的走 也不代表说A计划它就是都是直线的 你甚至有时候A计划本身你也要绕路 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它其中的变化可能里面就交叉了大概100条的直线 只是你的大路线你还在A而已 所以等于是 这件事情有个机动性的思考这件事很重要 可是 我想起来就是在学校过程当中 其实多数的权威人士 这学校里面的老师或是什么 他们可能就会要求说你要有某种稳定性 那个稳定性 它甚至就会说 例如说你社团不要变来变去的 你就是参加一个就好 然后你不要有太多的志向 你就是一个就好 然后甚至到后面就是这样的说法到我们毕业之后 它也会被拿来当作是一个评量 例如说假设你的履历上面你换了20个工作 人家就会说你是不是稳定性不高 可是我觉得你知道现在人的世界已经不太一样了 当我们只能够有一个路线一个选择 然后必须是很稳定的状态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因为连政府都会倒闭啊 怎么可能说你会当公务员可以当一辈子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他会说你不要特别去设定 B计划是因为我说实在如果你又用了一个B计划 有可能B计划也是会失败的 所以我才会说就跟夏明刚讲一样 它就是一个选择 比如说在这一条路往前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过不去 我另外有一个想法 可是这个想法它可能是辅助A 它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另外一条路 只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是可以去辅助到它的 而你在走A的这一条大路上 本来就会一直不断出现很多的选择提给你 那有可能你本来想走A走着走着 后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做罐头 结果后来想不到其实我的酱汁做的就是特别的好 然后结果做着我就做酱汁 然后变成很厉害的 这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餐厅是 本来是卖披萨 然后结果它的炸鸡是特别好吃 这被披萨干务的炸鸡店 对啊 他后来还以炸鸡为主 然后出就是一些套餐还是什么 对啊 对啊 可是大家就是会想要去吃啊 这是那你要说他那是不好吗 就也不全然吧 所以我觉得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叫我们不要把人生这条路上 你的自己的那个目标或是那个A计划 看得那么的大 就是我们本来就要随波逐流 我们现在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世界就是你知道 变化太快 不论是政治或是什么的 就是变化真的太快了 你也不会晓得下了秒会 最后整个局势又会是怎么样 对啊 所以大家放轻松 他真的就是放轻松 随波逐流的 然后顺势着你的B计划 它就是一个潜在的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应该是怎么讲 我反而觉得这样子 你的心会更安定 你才会有一种稳定性 就是说你不会担心就是变化 你反而可以拥抱变化这件事 对 不然你精心理定了A计划 又在精心理定了B计划 那相对你就要精心在理定C计划 好累哦 你就一直计划不完 很累 对啊 所以让自己留一点空间 会就是让自己保持一点弹性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 好那我觉得主要在读这本的时候 这一章节啦 就是特别让我有感 因为毕竟你知道 进入演艺圈这一行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稳定 很固定的一个职业 那所以其实像家里 常常就会跟我说 你应该有B计划 你应该有怎么样还是什么的 对所以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早点读到这一本书 有人告诉我 这一些 不论是情绪啊 或是在这个你定计划 或是抱持着可以多一点选择 或是弹性的心情 来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我误去可能 某一段很黑暗的时期 我可能会 不会那么低潮 我可能会开心一点 我可能会觉得 压力其实没有这么大 我的世界可能不会崩塌 所以 蛮有感的 你的世界不会崩塌 所以你曾经觉得 你的世界会崩塌吗 有曾经 就曾经觉得 你知道当你很单纯 觉得你要 就是只能往一条路走的时候 然后你却不能做 你就会每天行尸走肉 那个状态对我来讲 就有点崩塌 就是说 我已经不知道我可以干嘛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用 就是各种打击 你做任何事情也提不起劲 然后你就算想要你定个B计划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拟 因为你可能 深陷在这其中 你可能现在出不来 那你就每天心情很差 每天要躲在被子里哭的那种 好可怜哦 所以 所以我是为了崩塌 就是你走不了 你就算你定了B计划 你也觉得走不了 或是很危险 就是你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会觉得 我不就是这样子走吗 可是有人 没有人告诉我 当任何的状况 突然阻断了我的A计划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过去都会觉得 我们要实行A计划 目标 只要自己够努力 自己一直走 自己一直推动 他就会成功 可是没有 他是很多时机 旁人 任何的局势 任何的状况 他都可能是一颗大石头 就突然阻断 你要前往的道路 那怎么办 我要推动 那我就推不了这颗大石头啊 可是我待在原地 我会饿死 怎么办 可能先去健身吧 练一下力气 练一下力气 可能要像鬼面那样子 跟坦吉隆一样 在那个山上练砍石头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真的早点读到这本书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就不用这么辛苦 所以我真的是 今天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夏明有遇到什么样的大石头 出门约会 怕没话题吗 收听阅读夏拉拉 让你口若悬河 加一百分 一开始 学校最主要的世界观 就是要我们相信 当权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其他人的任务 就是服从 人生学校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方舟文化 我没有遇到什么大石头 我都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你这是自虐 我就是自虐 你是自虐 你是拿是像 贪吉隆那样 那么大的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我真的常常会觉得 我最爱做的事 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要这样 比如说我开出版社 我想有时候想想 我干嘛要 我喜欢书 我自己去逛书店就好了 我还开出版在干什么 我又去当书店的VIP黑卡会员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开一家出版社 我告诉你 我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 你知道 就是其实这几年出版业没有很景气 然后的确这一两年 就是疫情的这一两年 书真的超难卖的 所以说各家的库存啊 那个量都蛮高的 然后呢 我的合作的那个仓储的 也是一个出版社 然后他当初很帮忙我 然后就是让我们的 让豆典的书可以放他们的仓库这样 然后帮我出货 然后我一直很感谢他们 可是他那天 就是昨天的时候就发信给我 告诉我说 就是我们的仓储现在也不够了 他说连我们自己都得要去外面租了 所以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再帮你 帮你服务下去了 那怎么办 我整个舞雷轰顶 我一方面 我还是很感谢他们当初的帮忙 这几年我真的有了 当然当然 他们的服务真的超棒的 但我就变成说 我就得去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库存我要怎么找到新的仓库 然后转仓 然后他真的背后有点复杂 然后昨天我就在想说 我真的是拿石头 扎自己的脚的达人 就是自找麻烦达人 就是我成下名 你要不要把这个标 就把它放在你的人生履历上 应该要对不对 就自找麻烦达人 还是我去磕一个牌给你 笑死 反正总之就是 我觉得我们刚才其实聊到蛮多 关于那种 好像我们从小就被鼓励 就只有一个选项这件事情 那其实那样的鼓励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学校它希望能够让你理解 就是你只要服从某一种威权 那好像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那当然你在那当下 好像你也没有别的事情做 那你就是读书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最常听到的 就是你乖乖读书就好了 对不对 应该是吧 真的 你知道考了高分就好 你就好好认真念书就好 对啊 然后就会引发很多奇怪的问题 就是 说实在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 就是真的是知识分子 就是说 他可能在学术界他 很不错很有成绩 可是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 他就比较疏离一点 有啊 而且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投入 就是一直在想 学术的研究 可是我觉得没有人 没有时间 周遭的人可能 没有去引导他们 就是部分啦 我觉得因为那还有一些个性上 就是他喜不喜欢 当然有差 但我的意思说 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去做情绪啊 人际关心 或是面对自己有压力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去 去抒发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 其实某些就是压力都很大 然后也不太会懂得去宣泄自己的压力 然后还有一些是 除了自己的在行的 研究 专业领域之外 他没有别的兴趣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 另一个角度可以来看 就是 大家好像有点忽略了 就学的人的情感需求 尤其是你是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情绪上是最脆弱的 我认识很多那种读研究所啊 博士班的人啊 真的哦 他们的很多的朋友都坏掉耶 坏掉是 是真的坏掉 然后就是 就是人生报废那一种 真的哦 然后我就会想说 为什么写论文可以写到坏掉 可是 因为我们是旁观的人嘛 可是当他们被陷在那一个世界里 然后他的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就是要写出这个论文 然后可以过关才可以拿到学位 可是偏偏你的论文就是写不出来 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指导的人 就是他可能跟你不对盘 嗯 那他就是挑你毛病 或者是他就是不想跟你讨论 那你就会很糟糕 你就会很痛苦啊 所以等于是 有一些人他一方面是出自于兴趣来继续读书的 但有一些是真的哦 他是觉得 我如果现在去找工作可能也找不到 那我继续读书好了 等于是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这些事情本身 这个选择他其实背后是很大的 他会付出很多的代价 可是你一定要读了你才会知道啊 所以才会发生说你刚才提到的 很多人的那种情感的沟通是有问题的 甚至就是 你会发现到就是 有一些 类似说 之前也发生过那种博士班学生 或者是硕士班学生的那种社会事件嘛 嗯 那其实真的蛮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他就有提到一个点 就是他有说两件事情 他是说 学校教导我们所有的东西 但他对于成年生活品质 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项能力 也就是第一个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二个 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 这两件事情 学校都是知智未提的 真的 真的 所以有时候想想不觉得真的很可怕吗 哈哈 很可怕啊 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 学校有没有教导 像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观念或干嘛的 真的 我觉得好像我都是 自己要先叠的满头包 对 然后我才会知道 哦 原来得要先这样 就是你要先 彻底的失败 然后从中去学习 然后我都会觉得 是不是人生就是应该这样 也要先去尝试失败了才会 可是 其实想想也不是 如果其实在一开始的 不论是家庭教育 或者是学校 他都可以 就是跟我们分享 教导 就这两项好了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跟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 就是至少让我们理解 他的基础 这个的基础点是什么 也很好耶 不见得每个人一定要摔得 遍体鳞伤 摔到 就是大家断手断脚 然后重新到 哦 原来其实是要这样子 可是有一些伤痛或者什么 他是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 对 对 所以真的 为什么 怎么不教呢 还这样讲 怎么不教呢 因为等于是 其实学校 他在这里面 要教的东西 我觉得是学校 可能要教的东西 也太多了 是不是 对 而且他有一个 有趣的观点 就是他这本书 不是反学校哦 他不是说反对你去读书 或是反对学校教育 这件事 而是说 他提到一个重点是 他说 多数人18岁就离开校园 这件事 通常会让我们印象深刻 而且带有许多仪式跟情感 然而 很多人其实根本无法在那个时候 就完全离开学校 我们内心深处 可能直到成年 都还在流连停滞在当初的教室里 我们的思想运作方式 仍然被禁锢在 以学校为基础的世界观里面 所以会产生很多 而且不必要的不开心 并且会学会对此妥协 所以说 等于是 这一段话也就解释了 你刚才很多的疑问 因为我们其实 在人格行诉的过程当中 学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等于就算离开了学校 我们好像也不曾真的离开学校 因为他所教导给我们的价值观 一直到现在都会捆绑着我们 所以我们下意识就是会觉得说 我不能够有太多的选择 然后我就是要专心致意的在一条路上 然后我要记得服从权威 然后反正工作就会跟写作业一样都很无聊 可是这些事情其实真的 他不一定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如果说你对于成人的世界有很多的困惑 甚至觉得自己深陷泥沼 那你可以一起来读方舟文化出版的这一本 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不要太拼 刚好就好 阅读夏拉拉 陪你充实精神生活 慢慢追梦 你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 每周一早上八点定时更新 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 打扮Monday Blues 这一本那些学校忘了教你的事 我觉得每一篇都很值得深深的思考 然后我觉得甚至是这一篇 我觉得甚至可以跟自己的小孩 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来讨论 但是不要讨论到吵架 但我的意思是说 它是真的很适合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讨论的过程会很有趣 做一个交流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而且这本书虽然说它针对的是西方读者 因为它其实是 因为你在外国啊 真的是很多的人他就是读到高中毕业 就没有再继续升学了 因为读大学真的太贵了 所以很多的人他一般的学历是高中 所以这本书其实有一点像是针对西方的读者 可是在台湾其实我们的教育有很多方式 是慢慢的走向西方的教育方式 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这本书它真的会带给你蛮多的刺激 然后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思考的启发 然后呢今天有在跟大家节目当中分享的 生命树岭的云端阅读系列讲座 这个我记得要来 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讲座的话是需要报名的 对我们会把报名资讯放在 就是我们的社群介绍上面 所以大家到时候就看到 记得要去报名才可以来喔 我怕大家是知道了 想说时间到了就直接自行抵达 没有没有它是需要报名的 然后是11月12号2点到6 不对2点到4点 2点到6点 2点到4点 如果有KTV 如果有附生那个 我应该可以到6点 但没有 2点到4点 在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 然后是我们阅读夏拉拉 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阅读书单 还有一些这个阅读的系 一些分享啦 轻松的分享 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喔 也感谢大家收听阅读夏拉拉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Zазon del Roemas Z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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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眼神 不管誰在那裡 一個人多傷心 有什麼好逃避 你要逃去哪裡 去哪裡 你要逃去哪裡 一個人的白衣裏 不在你的外衣 都在於你身為 你身為 能流過淚的心 你要逃去哪裡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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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bién 愛你 愛你 愛你我愛你 愛你 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